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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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Candace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ko Candace 我聽說你們煮的很可愛的飯盒仔 是有一手的 我只會叫Hello Kitty 布典袋 我覺得不太有挑戰性 我現在就challenge你 challenge你 challenge你什麼 24小時便利店 你想想 如果在這些速食的便利店 你也可以用它的食材 煮到一些法國高級料理 那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又好像挺好玩 那我們去買東西吧 差不多了 那我們可以去付錢吧 材料是買齊了 那我們先煮什麼 做個甘筍龍蝦龍湯 龍蝦正面青在哪裡 龍蝦就是在這裡 即是這樣刮出來 跟這個攪拌就搞定 不會那麼簡單 不得輕和味道 我們再加上椪子 做個辣辣的龍湯 放多兩塊多 試試在旁邊 馬上好看 好了 第二道菜了 今天有什麼材料呢 薯片 WELL SPORT 我是特地買來 挑戰一下你 究竟可不可以用薯片 做到一個前菜出來 但你剛才鬼鬼祟祟 在後面不知道做什麼時候買 沒錯 少年你真的太年輕了 煮給你看 很厲害 厲害 厲害 那我們現在在煮菜吃什麼 煮菜呢 我想要把它交給你做 是不是 完全是 好 好 吃這個飯 很簡單 拿點心出來 釘了它 然後 在背面裡 拿甜美粉 怎麼樣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快點 拿點心出來 剁掉它 剁快點 出色 想不去幫忙 謝謝 讓我來吧 在我心目中 每一個完美的晚餐 都要配上一份完美的甜品來源 這次我們甜品的材料是有 好 你看看 我都說沒有難度 多漂亮 我們找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來試吃 陪你吃飯 是 我有心水的選擇 讓我幫你打電話給他 Hello 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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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ouTuber界裡 其實連工作人員都跟我說 如果RICO找女孩子 一定要找拿美 因為他們說 拿美是超級好 RICO Ganessa 可以上菜了 你好 第一道菜 就是甘筍龍蝦龍湯 泡菜 真的很泡菜 做第二道菜 就叫做Borganese Costini 現在你要看著我吃 啊 啊 看著 好像很嫩 你在鏡頭前 又不能表露出來 所以怕怕地 這個好吃 肉腸是意大利的肉腸 嗯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菜 其實就是一個resort 中間我們做了一點點fusion 這個形狀是有趣 我覺得這個好吃 因為我是吃完這個 還要吃RICO那個 如果喝了甜品 就完美 這個是一個Tiramisu 它會有一些很crunchy 很脆脆脆的感覺 正啊 因為吃甜品 哇 很美味 很有趣 如果我告訴你 剛剛吃的四道菜 全部都是用71 即食的材料來做的話 你信不信 沒錯了 這個真的是一個麵餅 這個是 淋了的時候 有肉腸的底 還有那個腸 是魚肉腸 就是 你又是法國腸 我是意大利腸 世人都在那裡欺騙 整件很高級的感覺 完全不像是便利店的東西 謝謝你啊 好吃 我呢 你是否謝謝小豬的 走開吧 謝謝你 真的好吃 謝謝你 謝謝你 吃點心